《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大家好 又回到智人道 很久不見了 在這個場地 連續三個星期極低的精神分析 純粹錄製作過程給大家看 不算很低 低於這個設定 其實很重要 我們今次講的沒有那麼重要的事 講一些比較日式式的事 清談幾句 清談幾句 因為突然想不到什麼去講 今次講的這本書叫做 阿倫巴迪烏 巴迪烏 巴迪烏 有本書叫做 Pocket Pantheon 小曼神殿 小曼神殿 關二哥 關二哥 看看哪個像 可以把他抓出來 我們又拍過 歐洲小曼神殿 然後見過 不 見電大業 見電大業 然後又找一批人出來扮他 黃秋生可以 黃秋生做關二哥 很像 然後突然殺個關二哥出來 說 起神殿 為何不遇上我 不過這裏有幾個人 這裏就蒙一點 看不到 其實這裏有幾個人 這本書其實很薄的 很薄 小書 這麼大 而且他不是太深奧 不是寫得很深奧 寫得很淺白的語言 有些編章 尤其是 有些編章 例如巴迪歐寫他的師傅 伊波利特 黑格爾專家伊波利特 都寫得很 怎樣說 很有人情味 講了很多日事 但這些日事其實是 跟當代的 當代法國的歐洲的 例如六百風暴 當代思想的 重要的發展過程 和專業都有關係 你可以通過一些日事 知道思想界的一些發展 其實香港很少人留意 這一類發展 因為香港很局限 香港很多時候都是 香港沒有神殿 沒有這些神壇式 因為其實當時 我想巴迪歐 當時好像是年輕 只是二十多歲 其實這本的名字 可能是編輯幫他寫的 是 Porket Man Pentium 很明顯是賣書的策略 即是賣書的策略 即是神殿 一本代裝書 便可以給你了 自學家 給你了 神殿 你便買了 裏面有很多個經典人 是 其實他是講當代哲學家的 一些 即是跟他們相處的事情 一些事情 有差不多十一二個 亚圖西也是其中一個 如果你看到這本書 這本書仔的頭 我其實也不太認得到 這是沙特 不是下面那個 沙特好認的 尖尖的 其實這樣都認得到 我都拘捕頭 我都拘捕頭 盧海鵬 盧海鵬 你想像一下 這本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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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看不到 這本書仔 你又說是Foucault 是Foucault Foucault Foucault 這個德里達 這個很醜 他畫得很醜 亦都比較醜 一定不開心 德里達很注重自己的裝扮和義用 是的 每次的姿勢 都要搓 林峰的始祖 其實林峰的始祖 就是德里達 他的衣服其實真的很好 如果你去過中環 去過中環或者金鐘 見過跟金融界那些金融巨子 或者小巨子談過 發覺他的服裝是非常精緻的 是 就好像他這樣 他每次拍照我發覺都是這樣 還要搓 鄭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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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鄭佩佩 那樣子 跟鄭佩佩 他樣子像鄭佩佩 鄭佩佩 我們有一位朋友 泡佩佩 Babylon 傅佩 Perhaps 傅庫 也有 看看我會不會像 就不像 他的 ratedの tie 可是頭型那樣子みたい 那是一個 很男性氣概 像好男性氣概的那人 徐錦江? 可以徐錦江 徐錦江英俊很多 徐錦江英俊 徐錦江? 你這樣支持者會追殺你 徐錦江很帥的 你不能派系之見而抵挽他 沒有抵挽 其實很漂亮 其中提到伊波利特 和伊波利特的司徒關係 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裏面 我很羨慕 我看完巴迪歐寫的日誓 他師父伊波利特的文章之後 很容易看 李文完全不是學術文章 寫完之後我覺得 左翁右抱 四個字左翁右抱 身邊有些甚麼人 伊波利特本身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其實你不要聽過師範那兩個字 其實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其實是巴黎最厲害的大學 其實在各個國家師範學院 都應該是很厲害的 是香港奇怪的 因為香港這些厲害的人 考試成績厲害的人 都不肯選這個師範學院 但是各個國家厲害的人 都會希望做老師 還有法國 其實如果你要做教師 要考哲學史 要考哲學 人家中學都有哲學科 伊波利特就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校長 等於現在最高北京大學的校長 全個國家 在歐洲不單止在法國 在歐洲也是頂尖 頂尖影響很大 他就是他的學生 他身邊除了伊波利特之外 還有沙特 史陀 阿圖塞 阿圖塞找他做編輯 阿圖塞有一本很重要的雜誌 阿圖塞 阿圖塞 真是好羨慕 身邊全部都是敬人 身邊全部都是名師 是當代思想界 或是文學界頂尖的人物 哲學界文學界 其實 有一件事 其實我們雖然今天都是在這裏 但為何會說這個 突然想說這個 其實除了想不到說什麼之外 想休息一下之外 昨晚我們和有一位前輩 前輩都談過 都說回當年香港的 即很多思想界 學術圈號文化界 文化界的一些 日視 也不算日視 即是歷史 一些歷史 其實 回憶錄 可以解釋到 即當年他所說的那些人物 都是我們現在香港的文化 和學術界裏面 影響力高 現在還在新 有些過世 有些過世 重要的人物 或者很可能 如果你是你的老師 或者是你老師的老師 那些 所以我們和他談完 又想回這本文化 那個氛圍有些差別 原來法國和香港差很遠 有很多東西 雖然很難比較 但你總是會 總會比較 總會示茂 總會比較 因為其實 當時如果看回巴迪歐 即是怎樣去說 伊波麗特 即是去演繹 因為其實伊波麗特 他是甚麼人 他寫的這本文化 這本文化叫《精神現象學》 其實是沒有中文化的 不過我們詞了 即是鑑粗的名字 叫《精神現象學》的起源 和結構 成本很厚 兩塊砧板很厚 我沒有看過 但聽說很容易明白 是很容易看 他寫得非常清楚 即使我這樣說 《精神現象學》這本文化 其實是人類史上 最難名的書 其實應該都沒有甚麼人反對 是很恐怖 當然也是最抗鼓的《力金》 但伊波麗特 跟科耶夫不同 即是將《精神現象學》 解得很淺白 是解得很淺白 所以你見 其實為何法國人 或法國政府會找 學者為何會找伊波麗特 做這個校長 其實他會否覺得 其實在這麼多學科裏面 其實要 要 要 這個 哲學的地位 都是比較重要 巴迪歐說了很多 跟伊波麗特的相處 和伊波麗特的學養 他提到伊波麗特 當年是 即1968年 有一個 學生運動 所謂六百風暴 學生佔領 學生大規模 佔領了一些學校 和一些機構 伊波麗特 也是支持的態度 對 支持的態度 支持的態度 而且伊波麗特 其實 還有很多 如果大家 其實我們 經常都說 關於拉康的事 其實伊波麗特 他本身 也是 跟拉康 是非常之好的關係 亦都在 講座一二 和在文集裏面 有選擇 其實 除了 科耶夫 當然說 拉康直接聽過 科耶夫說 精神現場的講座 就想到 啟發了他 現在他那一套精神分析之外 其實有好幾次 拉康其實最重要的 顧問 可以這樣說 而且是按科 即他不是按希國 不是按希國 是按科 即是用黑格爾來解 解科耶夫 就是尹伊波 尹伊波麗特 當然拉康 當然拉康 當時應該都很厲害 否則 都請不到巴黎高斯 的 校長 黑格爾專家 來講 幫他講 佛羅伊德 而且是他譯的 精神現象學的法文版 其中一個版本 就是尹波麗特 是的 就是尹波麗特譯的 而成為了權威 是的 已經是權威 所以其實實質上 直接影響 除了科耶夫之外 其實就是尹波麗特 對精神現象學的解釋 影響了 法國知識分子 拉康的精神分析 當然一代不單是拉康 還有佛羅伊德 你可以想像 其實當時 佛羅伊德 德里達 都被他教過 其實跟巴黎高斯 是同一代人 都是受尹波麗特 這班再上一輩人的影響 不過很有趣 巴黎高斯在小曼神田說 其實他的德文不好 是的 很有趣 這個 即是說伊波麗特的德文不好 讓我再說一句 有一句我剛才還未說的 就是其實他怎樣 即是伊波麗特和科耶夫 對精神現象學的解釋 都是對拉康的精神分析 有很關鍵的影響 是的 但是其實伊波麗特 直接說了他 那個慾望 直接解釋了很重要的點 好像我是以 我忘記在哪裏見到 應該是Ecky 要是Sema 12 Sema 12 他說伊波麗特的觀點就是 那個慾望 在精神現象裏 他的慾望就是 他人的慾望 這個 這個根本就是 現在我們理解 在拉康裏面 理解慾望就是 他人的慾望 一模一樣 其實是直接借過 抄過來 黑格爾 抄過來 也不會說抄 他用在不同的符號體系裏面 這個是怎樣的 我回到剛才說的有趣 他不懂得問 他的得問難度 即是不好 很有趣 巴迪歐寫他 其實他後來 他過去了很多年之後 才發現 有一個人 就是巴迪歐的翻譯作者 即是他翻譯巴迪歐的東西 他是德國人 他就 他就跟巴迪歐說 其實伊波利特 對這個精神言語的傳適 是跟德國坊間很不同 是跟德國人思想家的傳適 有很不同的 是他自己的傳適 即不單是傳適 只是他自己的創作 巴迪歐才發現 原來伊波利特的得問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因為知道他是傳適 但德國學者說 其實不是用那種貶義去說 其實就說伊波利特對 伊波利特對精神言語的傳適 是很獨到的 你知道法國人就是一種這樣的人 其實我這樣說 我看這本書的名字 我都覺得這是非常自信的名字 如果你試試尋找德語或其他國家的翻譯 或是解釋哈格爾精神言上學這本書 對於他們的書名都比較規矩 應該通常是道讀或是就這樣用的名字 就是哈格爾的名字 哈格爾的名字 或者是道讀 或者有些人甚至 有些人甚至 有些人甚至 像哈格爾的名字 甚至只是論哈格爾 或者只是解 解個罪 解個罪 那個罪都可以整整本書 或者是很厚的書去解 但是這本書的名字是 精神言上學的起源和結構 英文就叫做 Genes and structure 如果一個作者說的話 整個知識體系 整個知識可以讓你說到起源 又說到結構 即是沒有什麼好說 是 已經說完 那本書是真是逐分 即是將 很自信 將精神言由尖皮拆骨 即是解到他非常深入 嗯 但是 我想這種做法 就不代表 即是你可能會說 他得物又差 又自己亂解 自己加些東西 都不知是否這個意思 他自己 那是甚麼 但我想其實 法國人就是 這樣的風格 就是有一種 即是他相對地 其實你可以見到 譬如說 阿陶塞 很奔放 讀這個 有同一種傾向 阿陶塞 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那本書 他也很規矩 他在法國裏面 算是很規矩 即是很規矩 或者這樣說 其實他很謙虛 叫做 讀資本論 即是讀資本論 但其實他的理論 是叫做 知識論論斷裂 即是一個知識論論斷裂 其實是的 其實是很近似一種傳適 即是自我 即是自己發揮的傳適 其實 當然他是用回 即是 變成化解 要變成化解 去重新傳適 一些馬克思 可能自己都不意識到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覺得 拉康 不是拉康 不是拉康 是士錫 士錫在論訊仰說 其實重點是 你可不可以將那個座標 重新可以擺 因為士錫就說 其實難道保羅去傳釋耶穌 拉康去傳釋佛洛伊德 列寧去傳釋馬克思等等 這一種重新傳釋 如果他 他為何會更好 就是 甚麼為之更好 就是他可不可以應用 即傳釋究竟是怎樣 是的 怎樣可不可以 真是放進去 當時的思維 是否只要解釋他的 解釋他的意思是怎樣 其實又不是 不是 其實是你最後 可不可以變得更普世性 他說 即是說 按照自己 我們現在這個 自己生存著 我們思想家的 或是一種概念 或是一個想像 他說的話 你要按回 你自己的世界 總是在你自己的世界 總是用你自己的世界角度 去看這件事 但是可能 你更加意識到這件事 在你的思想的座標 即是思想的座標 裏面去解釋 可能甚至好過 你只是字面上 照他的意思說出來 照搬 是的 所以這個其實 也是 伊波利特 他一個 可能巴力歐 巴力歐 他覺得 伊波利特 他其實在法國 那個思想界那裏 那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把 哈格爾 其實是一個法國的哈格爾 就是法國哈格爾 即是法國人哈格爾 大了比整個思想界 他說得很有趣 他說他在法國 我不記得他是譯賽還是甚麼 我未看英文版 因為他網上有個中文版 他說 應該在法國人德國 這本伊波利特的精神異狀 喜意園和結構 竟然 是一本流行毒物 即是完全是歐嘴 即是 我完全想像不到這本 竟然有機會是流行毒物 但其實 我想他文字淺白是重要的 其實我看 就算華文世界 即是漢語世界 大部分研究哈格爾的人 都是參考伊波利 很明顯 即是比較容易看 他容易看 所以大家 如果你一般 即是不用 可能如果英文 英文很淺白 很淺白 你不需要太勁 即英文不需要太流利 都可以嘗試看 可能不是太明顯 但比較厚 有一些 你當流行毒物 你就有空 三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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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吋半 都沒有三吋 就不用全看 我都可能不會看 即是 你這些 即是 即是 一兩句 一兩句 金句當金句 都可以 好像有網上版 有網上版的 有網上版的 PDF 有一些 即是當然我們聲明 這裏 好像不太合法 是嗎 但我見過 即是我們要批判它 聲明我們要批判它 反對 那些 是絕對反對的 各位 大家放心 巴黎歐真是生於一個非常好的 有一個好的對手 裏面也有說一個好的對手 還有你想想 也有些感覺 當然 巴黎高斯的校長 即是 即是 即是你不是拉迪歐 你要做研究 或者做些什麼 其實 即是發覺 當時的 氛圍很好 氛圍和體制 對你 在生活上 和氛圍上 都會支持 其實 我們昨晚和前妹妹談過 當年他說 即是說六七十年代 都有一些 即是有一些 學術精英 有一些 文化界的人 精英 去搞一些 類似的事情 開風氣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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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不可以和 即是 巴黎歐那種環境去比 但是 但那時其實是有 有很多 即是生活上 是可以支持到的 的東西 即是譬如 有很多基金 或者什麼是支持到這些活動 是 是 即是有那種渠道 相對現在反而更好些 同時 當時他說 其實就是 六七十年代 就是 開始 中大成立 是嗎 即是 其他 即是高等院校 開始建設的時候 正確 所以就有那種很厲害的風氣 以及錢 資源 即是 搞研究 或者搞知識 那批知識分子 就在硬件 以及經濟上 比較充裕 馬上會 即 但看上去 我們 後來這位前輩的結論 都是 是說 是沒有生產的東西 即是 六十十年代的 這批 文化人士 和知識界 或是 學術界 朋友 其實 這三四十年來 其實是 浪費了青春 對 這個是他所說的 但是 我們不清楚當年的歷史是怎樣 即是很難去判斷它 一定會有客觀的原因 但其實有一句 我記得前輩說得最好的 因為其實香港 由頭到尾 就算是學術 都是殖民 是殖民 即是 這個殖民 其實我們 如果不解決 很難可以去到 這些 的層 因為 那是一個殖民 即是 我們依然 是一個很殖民地 我們現在也是殖民地 其實 即是 如果我們 不去 即是 我們不去 開始有自己的創建 還有 肯去 即是 將那個事業 去到最盡 而不是純粹給殖民者 即是 收編了就算 那 其實你 你沒有什麼 是可以做到最好的 你即是 其實沒有一個事業 可以做到 所謂的 最精美 最強 最精準 這個其實是 香港成為買版 其實他的意思 他的說法都幾 比較 呼人 即幾乎是 不適生產 但我想起一件事 其實 我們 其實之前都說過 其實 即是 我們今天 的這個 硬件 或者經濟各樣條件 社會環境 政治 夠食十年 夠養活很多人 即是我們今天 即是 即是 史上最富裕 最富裕 史上最富裕 其實最惡劣 最惡劣 但是 我說真的 那個生產力 很厲害 是的 即是 金融體制 或者 房地產的生產力 很厲害 賺很多錢 但是 年輕人 和 知識的 生產 增長 的環境 就 只想越來越惡劣 但是 相反 你可以見到 當然 這個文化 和知識界 這位前輩說 他們的經驗 是 是史上最好的 例子 一回來 就做 這個 港師 然後安排 一條龍服務 安排你回來 做大學港師 跟著教授 升上去 但反而 結局 不是生產 所以 這個殖民 殖民 反而 我們今天 這麼惡劣的情況 我們之前也說過 反而 可能是最好的時代 是嗎 希望 這個真是最好的時代 不用太認真 我們 之前 覺得太嚴肅 不如 今次 是 大家有興趣 是藍色的 可以回去看這本書 先 巴迪歐的小曼神殿 好 今天到此 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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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